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刘老师 你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刘老师 眼看时间就要到六月底了 这六月底之前 其实国际上有蛮多重要的事情 我们今天一一要跟听众朋友 做一些分析 首先财经方面的消息 这是希腊的债务危机 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在台湾很多的新闻标题 都谈到倒数48小时 也就是到24号为止 现在算上已经不到48小时了 到底希腊的债务危机 增值点在哪里呢 现在是不是有露出一些曙光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曙光 那么就是希腊的政府 跟它的债权国 就是三巨头 就是欧洲央行 国际货币竞争组织 还有欧盟 提出来它的一个准结支出的计划 过去提普拉斯 他是担任的希腊总理 一直讲说 这个退休金的这个东西 这是不能改的 对 他很强硬 选前就诉求说 不会再跟老师您刚刚提到 这三大债主协商 结果现在他得面对现实了 对 他得面对现实 因为没钱了 是 因为再没钱的话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他现在就说 退休金 本来退休金在说 不再增加退休金 或者一些公共的支出 要减少等等 因为他最早的时候 他本来一直这样讲 说他要 可能改革计划 但是你的支出不减少 那不是 不是就是圆木求鱼 根本是空话吗 现在他也同意了 做了一些改革 所以改革呢 那么三句头就表示说 这方向基本上是对的 是 包括延后退休的年龄 还有未来将要废除 补充退休金 这进一步的尊杰的方案 对 然后呢 所以现在他们要求说 你一定要赶快 国会要通过 所以但是希腊内部 有不同的声音 希腊内部当然很多 他的这个极左派的 这个激进的政党里面 有些人讲说 你的总理 你选前不是这样讲的呀 你选前 选前你批评 然后你说 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 我绝对不跟三句头去谈 就谈了半天 怎么最后 你做的都是你反对的事 对 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好像选举的时候 开空投支票一样 选后不用兑现吗 对 结果这样的讲了以后 那当然可是选举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获胜 选完之后 你得面对现实 那这个整个情势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就 就这个 所以我觉得希腊内部 可能有点压力 可是问题是 很多人也批评 这个希腊说 你搞不清楚 因为你 你基本上呢 你政府事实上 没有跟选民讲 讲全部的实话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 违约 你真的是 这个 这个换不出来的话 或你退出欧援的话 其实后面的结果 是非常严重的 好 但是我们也看到 但是我们也看到欧盟这边 尤其像 其实在 在这个 在跟希腊 打交道的时候 德国总理梅克尔 是比较 稍微温和一点 他也担心 因为他考虑的 不全是经济问题 他必须考虑到说 会不会你这样的 把希腊跟俄罗斯 比得更近一点 这跟俄罗斯 也有关系 对 因为希腊 跟俄罗斯的关系 走得比较近 因为他们都是 希腊政教 那本来在希腊 发生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批评就说 到底雅典是距离 布鲁塞尔比较近 还是距离莫斯科比较近 所以他跟 所以雅典在 就是希腊在跟 这个三巨头谈判的时候 也表示说 我可以跟俄罗斯那边 寻求看看 有没有别的一些协助 那么梅克尔就想到 说俄罗斯事实上 对欧洲 现在似乎 它威胁不断的增加 在这个时候 重要的是欧洲团结 而不是说 把一些国家 比如说你看 如果欧盟 他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那结果他就讲了共识诀 那么如果希腊说 我反对制裁 反对制裁 那整个欧盟里面 对俄罗斯的制裁 就出现不同的声音 这还好 在22号的时候 在礼拜一的时候 这个欧盟的外长 布鲁塞尔聚会 那么共同通过了 一致的一个政策 就是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 可是下一步 所以每一块是为了 外交政策 国防政策上 欧盟要能够 站在同一线上 不要让希腊在里面去 或者俄罗斯有机会 就分裂欧盟 那就拉着希腊 所以这就变成 政治考量跟经济考量 就连在一起了 但是德国内部的 内部的老百姓也说 开玩笑 那我为什么老是远住希腊呢 对好像钱都不用还 还是说可以一直借他呢 为什么呢 我们这么努力的工作的德国人 我们的钱 为什么给那些 不知道改革 而不知感恩的希腊人 然后让他 让他每天好意无劳 怎么样下去呢 所以德国内部也有声音 所以梅克尔他也面临到 内部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这就造成了 梅克尔跟他的财政部长 肖伯乐 他们中间意见都不合 所以这就变成 变成他有内政 他有外交 他有经济 但是总之 在大家各有考量的情况下呢 是不是有某种程度 一个妥协 目前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机会 就是起码三巨头 就表示希腊 你丢上来的这些计划呢 方向是对的 方向对的 所以也愿意 多给希腊一点时间 给他一点钱 去先解除 他迫在眉睫的这个问题 所以目前看起来 我们应该说是 应该可以比较 稍微乐观一点点 你看股市马上就反应 就开始商扬了 没错 这希腊的股债市 持续大涨了 德国跟法国股市 也涨了超过1%了 欧美股当然也做了一些反应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财经议题 但是实际上牵扯到了 是政治还有国际 国内之间的一个角力 压力 对 因为它基本上是 等于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 又重新恢复某种对抗 然后国内 然后经济 不是非常简单的说 这个债务啊 或者什么 一个简单的 一个简单的公式 就可以解决了 不是这么简单的 是 所以这么多的压力 该怎么解决 怎么谈下去呢 这个双方都说 其实是乐观的 这样就一步一步来猜了 一步一步猜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6月3 6月底 这是一个关键嘛 对 那么就是一步一步来猜出 这个解决的问题 那么先把那个 整洁支出这份 先让国会希望能过 希望国会里面 要是过不了 又傻眼了 所以现在国际上喊话 他说这个计划出来 你希腊国会要能够通过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第一步 进程目标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是 大家先来观察 希腊国会内部 怎么通过这些 准洁的支出 好 在接下来 我们看到 6月30号 其实也有一个 重大的协议 就是伊朗 跟六大强国之间的 核子协议计划 6月底 也要达成最终协议 可能吗 老师 现在现在似乎的问题 又多了一些变数 本来这是为什么觉得 说希腊 说这个伊核 应该会达成协议呢 因为你想 伊朗是以教领政 所以他最后真正的是 他宗教领袖 哈梅尼 他对任何的协议 他最后有排版 那么过去这段时间 那么哈梅尼的这个讲法 就是我们支持 这个伊核谈判 所以加上的总统 罗哈尼 那相对来讲 比较温和 而且美国的 或者西方对伊朗的制裁 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效果 于是就发现 伊核谈判 好像有一个突破的空间 一个机会 可是这个礼拜 因为越接近的期限的时候 他的宗教领袖 哈梅尼突然 立场变强硬了 变强 礼拜一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不做 不做再让步了 他说这个核子协议 如果达成 因为本来 西方的讲法就是 核子协议达成以后 我还要持续的 要去做 五检人员 要进到 要进到 这个伊朗 那五检人员要进来 因为我避免说 万一你有一天 你忽然反悔了 你撕毁了 核武协议怎么办 所以他五检人员要进来 那结果哈梅尼说 反对五检人员进来 然后呢 第二呢 本来的西方的讲法 你看 就是如果要 这个达成协议之后呢 当然解除制裁 解除制裁 它有一定的程序 各国 像美国比如 解除制裁 还有国会里面 能不能通过 那么 部分的制裁 会全部解除制裁 那终于有个程序 但是 哈梅尼说 如果一旦 谈议协议的话 那全部 马上 这个残忍的制裁 统统都要取消 这些方法根本办不到嘛 办不到 办不到 那美国国内呢 也有一些 核子科学家 就提出了意见 因为 欧巴马的这个 跟伊朗的 这叫线和 线和就是 我如果 伊朗呢 我同意你发展 某种低度的核能 的一个计划 但是如果说 你反悔了 想发展 核子武器的话呢 那中间这段时间 我想办法拉长 让国际上呢 可以有更多的 反应时间 所以它的整个 整个设计是 这个协议的设计 是这样设计 欧巴马的讲法是说 这样达成协议之后呢 如果我们所有的执行 都能做到 大概我们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反应 如果你伊朗反悔 你偷偷发展 核子武器 你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 才能够造出来 核子武器 那我们就一年的时间 可以反应 在美国国内 一些核子科学家说 不对啊 你算错了 我们看了半天 你就最多 就三个月啊 怎么路差这么大呢 他说没有 你想了你太乐观了 你很多数字是错的 那所以有些反对的 这人讲说 如果说是 这三个月的话 那我们愿意 为争取三个月 做那么大让步吗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现在问题就是 到底伊核问题 是武器问题 还是政治问题 还是外交问题 因为就是武器在那儿 可是你如果反过来讲 美伊关系 如果能够核散 改善的话 那武器是人在用的嘛 你人要先有敌意 然后才武器发 武器才有用 那么如果敌意 能够改善的话 那你就 你就不要去想 那么多 美国的想法是说 先从政治方面去改善 那可是国会里面 共和党他们 也有不同的意见 共和党面相对来讲 比较强硬 共和党掌握的国会 然后沙烏地亚拉伯 他也担心 如果一旦 解除制裁的话 伊朗的油 会不会一下子 就跑到市场上来 所以他们当然 也有联合 美国国会内部的意见 那么这样 告诉说 这个不要 不要那么快 解除制裁 要求严格的 这个把关 那个伊核协定 不能放水 以色列也跟美国国会 讲说 伊核千万不能放水 所以伊朗要的 一旦解除制裁的话呢 军事上可能会威胁到 那么以色列啊 沙烏地啊 那么油价上 就威胁到沙烏地 所以他们还有 各种不同的考量 所以伊朗内部的人 强硬派宗教理所 才会说 你们不要老逼我 我已经不让了 你再逼上去 我们大家都 这个什么协议都没有 眼看着生一个礼拜了 对 眼看着六月底就到了 这样子的协议看起来 还是很难 很难 本来我们现在 有一点点神圣乐观 像看起来 这冒出来就有点难了 难道是不是要延长呢 期限是不是要延长呢 已经延过了 现在已经延到六月底了 还要再延吗 所以现在就不晓得 这个就是六月底的期限 所以你看一个 一个希腊的债务问题 一个伊核的问题 所以就够这些 国际商的大国头疼了 是 没错 这都是六月底之前 要完成的 六月是这个最后的期限了 我们在今天礼拜三节目 访问到东欧大学 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跟大家来解读 国际的情势 果然 伊朗的问题 希腊的问题 这些都是大国之间 要头疼的地方 那在接下来这个阶段 我们要把焦点 比较转到我们 附近的东北亚了 这是六月二十二号呢 是日本跟南韩建交 五十周年的纪念日 大家很关心啊 这个日韩的关系 其实在过去因为独岛的问题 主权争议 还有卫安妇的问题 交恶到冰点 结果呢 六月二十二号 是不是出现了化冰的迹象呢 老师 那么似乎是有一点 就六月二十二号 他们建交 五十周年 那就日本跟韩国呢 他们的外乡 在二十一号 达成这个 一个协议 就是日本 它就是 就是各国 现在常常有一个问题 就是生疑 就跟这个 UNESCO跟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呢 就申请世界遗产 对 那世界遗产呢 那么现在日本呢 它是有一个 它是在福岗啊 这些地方 它有一点 明治日本产业革命遗产 就是明治天皇的时候呢 它的各种改革 日本产业 它把它认为一种 就变成一个遗产 那遗产呢 韩国就说 不对啊 你这个遗产 里面有七个地方呢 二战的时候 曾经强征朝鲜半岛的劳工 所以不符合世界遗产精神 所以就开始抗议 抗议就后来 打算那个协议 双方就表示 都还有机会 有一点 我选嘛 那么日本就 日本讲说 明治时代 那我二战时候 争劳工 那是在后来啊 我讲的是明治时代啊 那明治时代 那么韩国人说 不对啊 那你人家去参观的时候 他会看到说 这些这些东西 其实后来 对韩国人来讲 这是很大的历史的一个创伤 所以后来 这个日本就稍微 作临了妥协 他说同意呢 那么在参观者的这个 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 那么在资料上面讲说 这有曾经强征过 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 那韩国呢 当然说 那韩国也一起 一起韩国就说一点让步 然后这一次呢 就是日本呢 在日本提出 明治日本产业革命遗产吧 那南韩就提出来了 百计历史地区 就南韩的韩国 朝鲜半岛的百计 百计的以前三国的时候呢 百计的这历史地区的 就能一起提出生意 是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当然生意的部分 当然就表示说 他们双方关系 都有一点意愿 就是说 希望能够往前看 你看今年是 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 你说是 你说他们建交五十周年 或者是二战结束七十周年 你倒是往后看 还是往前看 那大家都希望说 纪念往后看的时候 大家想办法往前看 往前看 那如果说 美国和 就是日本跟韩国 都是美国的盟邦 那如果说 日韩之间 发生局域 在那边冲突的话 那美国也能直跳脚 对 也不是美国乐见的 对啊 所以他们这样能够和解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不错的 是 我还有个慰安妇的问题啊 我记得 补警会上台的时候 曾经说过 如果日本不向 慰安妇受害者补偿 道歉的话 两国不可能有首脑会议 所以这两国的关系 突破冰点 那首脑会议怎么举行呢 对啊 所以这是 就是他有一块解决 他另外一块还没解决 对 就是慰安妇的问题 这慰安妇的问题 所以这日本 这日本当然是一个 一个大的问题 就我倒觉得说 不管是日本跟韩国了 或者跟中国 就是过去历史 日本怎么面对这个历史 那么其实 其实我们过去就看到 就是不管中国了 韩国都讲 你这问题一定要解决 你慰安妇 你要道歉了 你要什么 跟日本内部呢 他们就是 右派的这个想法起来以后 他们觉得有压力 他们日本 日本那个感觉的情绪上 就是我二战之后 受到美国强迫给个例子 给个宪法了 什么我一直都是好像在战争的屈辱之中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能够做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 那么不要老用这个罪名的 这个罪的这个感觉 压在我身上 永远摆脱不了 对 永远摆脱不了 那可是我们被害的 我们被侵略的国家就说 你只要道歉 你面对现实 你就走出来 这个 像东西德一样 对 但是他们日本的这个文化 他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 但老一辈走不出来 年轻的更走不出来 年轻的人说 那干我什么事 我也没侵略 所以就变得 像非得在这一辈 要去把它解决不可 那在这个右派的强硬派 真的私立起来 所以他生意的问题 还可以解决 可是未安抚的问题 我看这种有点困难 那想看怎么样的 在这问题去manage 他们两 这个日韩之间的一个关系 整往前看 其实这是很值得观察的 好的 我们在今天节目 房大学东吴大学 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刘老师 在今天礼拜三早晨 为大家来分析 国际的局势 错综复杂 很多事情 不像我们所看到的 表面这么简单 其实经济的问题 也牵涉了政治 还有国内的角力 像伊朗的核问题 也是六月底 就要解决了 我们就是再看看吧 下礼拜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谢谢刘老师 今天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 谢谢